大家好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今天我要講關於跑者的下肢肌力訓練 你有沒有訓練一段時間 把你的腿筋訓練跟烤雞腿一樣撞了 但是看起來有點重看不重用 跑課表跑不到甚至體能有點卡住了呢 今天我將教你們四招輕鬆的把你的烤雞腿 變成大的金剛腿讓你的成績可以繼續進步下去 OK第一個要教你們的就是最常聽到 也是很多人做的叫做硬舉 那硬舉這個動作呢 其實對跑者來說 你的腿部後側練是非常有幫助的一個訓練動作 那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它跟深蹲有一點點不一樣 深蹲是屁股往下坐 往下支撐 這個時候你的大腿前後側其實都有刺激到 那硬舉不一樣的呢 它是屁股往後 感覺你的腿後側肌群 骨額頭肌群很緊繃之後 就快速的回來 往後延伸 屁股最緊的張力最強之後 就回到原位 但這個時候啊 往往我們沒有負重的情況下 刺激感覺是不太足夠的 所以通常我們在健身房當中 都會拿一些狐鈴啊 或者是啞鈴來做負重 但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在家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拿出你的彈力帶 那彈力帶使用方式呢 就是把你的彈力帶 踩在你的兩腳中間 踩穩了之後呢 你的兩腳的大約寬度與肩同關即可 然後手往下延伸 大概抓到一個有一點張力的位置 抓緊之後 帶的動作呢 就是站起來就可以了 不要有這種手往上帶的動作 我們是要靠身體的力量把它帶起來 往下延伸到後腿最緊的之後 就往上站起來 往下延伸 骨額頭肌後腿最緊之後 就往上站起來 側面看起來呢 屁股是像這樣 你的動作呢 是屁股往後 到往後 骨額頭最緊之後 快速回到原位 往後延伸 快速回到原位 那這個動作呢 你的小腿肌群幾乎是直立的 不會有太多的往下蹲的動作 幾乎是直立的 只有大腿屁股 往後延伸到最緊 回到原位 往後延伸到最緊 回到原位 你可以透過一個彈力帶的負重 或是啞鈴、狐鈴的刺激 幫助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更有感覺 所以第一個教大家這個硬舉訓練呢 你的次數可以大約做 每次12到15下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持續3到4組 這個時候對於你的腿後側鍊的 刺激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那我們就來教你們第二個動作 好,第二個要教大家的動作呢 就是前後的lunge 也就是前後的弓箭步 那這個訓練動作呢 其實是主要刺激你的 骨四頭髮關節周圍的這些肌群 因為你在跑步當中 會有大量的抬腿往下支撐 這個動作呢 是比較全方位的功能性訓練 所以待會的動作 我們要做前後的弓箭步分腿蹲 往前 往後 那這個動作的訓練目的呢 其實就是刺激你的前後弓箭步 髮關節周圍的肌群 可以有效的刺激 這個時候對於你在跑步當中的這些肌群呢 就會非常有幫助 可以增加你的跑步穩定性 那做的動作 大概可以前後圍一次 大概持續8到10次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連續做單邊刺激 你會感覺你的髮關節周圍 髮關節周圍 腿部肌群 都會有非常感覺深刻的疲勞感 這個時候對你的刺激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重點是 做起來其實會喘的 所以你可以持續8到10次 拿大約3到4組的動作 對於你的跑步動作來講 會有幫助很大的穩定性喔 那記得 單邊做完 要換邊 換邊前後 支撐腳穩定 換邊之後 刺激的肌群是不太一樣的 OK 這就是第二個教大家的前後弓箭步的動作 第三個要教大家的動作呢 就是單腳的RDL 單腳硬舉 跟剛剛的雙腳硬舉有一點類似 但我們現在變成單邊的支撐 動作呢 我們先不用負重的方式做給大家看 單腳側邊站 看起來呢 一樣是直跌的狀態喔 往下延伸的時候 如果你不會做的人 你可以試著跟我一樣 摸著大腿下去 到你最緊繃的位置 大約小腿的位置 這個時候後腿已經呈現最緊繃的狀態 就可以回來 往下延伸 沿著大腿小腿下去 就可以回來 那這個動作呢 要刺激的地方 就是你單邊的 腿後側跟屁股的位置 所以你在站穩定了之後 往後延伸 沿著大腿小腿摸下去 最緊繃之後 後腿張力最強 就站起來回到原位 往後延伸 站起來回到原位 往後延伸 往後延伸 站起來回到原位 那多做這樣的刺激 對你的單側鍊的刺激 是非常有幫助的 你在跑步當中 不斷的在做單腳支撐的這個 這個動作轉換的時候呢 你的跑步穩定性 就可以有效的提高 那如果這個動作 對你來講刺激難度不夠高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上你的彈力帶 一樣 把彈力帶做單腳踩著 踩在地板 踩穩了之後呢 一樣我們往下拉 拉到有一定的張力之後 站起來 這個時候呢 保持你的身體曲感成一直線 往下延伸的時候 往後推 站起來之後 快速回到原位 往下往後推 站起來 快速回到原位 那這個訓練刺激呢 就可以幫助你更明顯感受到 你的大腿後側 還有你的屁股肌群 都有一個很痠痛的感覺 可以在跑步當中 有更好的穩定性 對於你肌力就會有有效的提升 OK 最後一個動作呢 這個動作也是最近很流行很紅的影片 最近的世界馬拉松紀錄保持人 他在做的訓練呢 有一項 就是在做這種登階轉換的訓練 那這個訓練過程呢 就可以刺激你的腳 在轉換的這個協調部分有效的幫助之外 它可以增加你的腿部爆發力喔 那這個動作該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找到一個像這樣的階梯 或者是一個台階 那你在台階的過程當中 連續不斷地做左右的換腳跳躍 你在換腳的過程當中 一隻腳在上一隻腳在下 換的瞬間 就是變成上下交換 上下交換 上下交換 那連續地換邊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刺激 有效的幫助你的腿部 得到很好的爆發力訓練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覺得難度太輕鬆的人 你也可以在手上拿著兩個啞鈴 把重量加重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對於你的腿部刺激 非常有幫助喔 那每次的訓練呢 你可以持續地這樣跳 大約是一分鐘以上 那對於你的腿部肌群 跟你的心肺耐力刺激 都會是非常有幫助的訓練 今天教大家這四個動作呢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訓練刺激 來幫助跑者下肢訓練 有更好的幫助喔 那希望你在訓練這四個動作之後 對於你的腿部肌 都可以有很好的進步喔 我是你的教員梁哲睿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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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